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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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我来助你 就凭你 小子,还差得远 上古神族 有点意思 可惜还没成长起来 否则 这里所有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让不让他成长起来 还不是居长老说的算 这是神族气息 看来高傲师弟已经被逼入绝境 不惜暴露底牌 师父,您如果能听到弟子的话 就快些醒来吧 烈花风有难,弟子们有难了 有没有搞错啊 敌人都打到了我窝来了 主角的金手指居然还没就位 可寿原一点点如是 弟子们全部负伤 我却无能为力 莫非真是我搞错了 我根本没穿越成主角 还是穿成了一个异世界的魔头老怪 用来给主角送人头的那种 检测到作者陷入生死危机时刻 系统自动激活 上色激活 送送开局大礼包 积分十点 一点积分可兑换一天手缘 是否兑换 哈哈哈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我就知道我云野英明一世 怎么会穿成炮灰呢 对换 成功兑换寿命十天 消耗十点积分 自动激活系统任务 拯救陷入危机的弟子 任务完成奖励二十积分 可恶 别急 还没完呢 像这个 这是 黑眼之源 看来这针炉圣玉 我像表面看上去这样简单 是你 世界小心 是 是 星河千秋阵 不好 不 师父 太好了 我就知道师父擒人天下 是不会这么轻易消亡的 凌野 我还以为 你这个号称半身之下 无敌手的云帝 如今做了缩头乌龟 不打算出来了呢 大限将至之下 出手破了我的星河千秋阵 恐怕现在 已经尤镜灯枯了吧 不知道 能不能打得过我的徒孙呢 你去 跟我们的云野大帝过两招 弟子里命 戎屠 你敢羞辱师尊 我跟你拼了 别急 你看师父神色自若 刚才破了星河千秋阵 师父的状态 应该已经 太好了 师尊将这个机会给我 我一定要抓住 争取一局砍下云野头颅 乘此机会 一局证明 作为斩杀云帝之人 将来八云内 也必有我一席之地 三 二 云野大帝 你是在数你的生命倒计时吗 放快信 眼睛一闭就过去了 一 去 怎么会 不 我数 是你的生命倒计时 这怎么可能 云野的灭星 分明已经摇摇一坠 可方才那看似轻松的一心 不仅是龙徒一招毙命 还直接炸毁了 以防御著撑的天轮战剑 这是何德的未能 就算我行月圣域老祖出山 只怕也难以抵挡 可恶 强奴之末罢了 月老 你我二人联手 未必就不是他的对手 方才一击 已经消耗了我七天寿远 年下只剩下三天寿远 若再出手 反而暴露 若是你们背后老祖出山 两大圣域联手 或许有一击之力 不过想必跪欲大义轻敌 并未请老祖出山吧 也好 天仓圣域 星月圣域 今日你们一并前来 也省得我再跑一趟 挨家挨户的清理 我这个人向来公平对待所有生命 所以也给你们三秒逃跑时间 三 二 月老 你 必然不善奔跑 天仓老地 我先走一步了 好你个星月圣域 无耻 师尊 那咱们 你 忽悠过去了 再多庄一秒都要露线 感觉身体被掏空了 师父 师父 你没事吧 高纪赌赌完成任务 掌教弟子任务 完成奖励二十积分 可兑换圣元二十日 快快快 对换 活过来了 师父 你还好吗 无妨 年纪大了 偶尔活动一次 血压有点上头 师父 师父 不好了 我师妹圆小鹿遭遇危险 她是在秘境中 遇到什么变故了 系统检测到弟子圆小鹿遭遇危机 迫使宿主进入剧情拯救弟子 任务成功奖励二十积分点 任务失败 当前积分清零 什么 清零 狗系统 我玩命活动的积分 你说清零就清零 连我命一块拿去好了 英 剧情再如争 宿主请息怒 哥 玩我呢 天呐 这坑爹系统 别人的系统各种针手指外挂救命符 为什么我的系统像定时炸弹 时刻摧毁索命 套孽啊 师父怎么自言自语 不会走火入魔了吧 我看八成年纪大了 你摘下来讯号过度 精神错乱 师父 小师妹危在旦夕 师父您有何打算 八大圣域这凶伪君子欺人太甚 先前称人之威想置我们于死地 如今又将小师妹掳去 实在可恶 要我说 现在师父实力恢复 不如直接打上他们主缝 杀他百八千个弟子 好好问候问候那八大圣主 同意 这副身体的圆主都是怎么教的徒弟 个个都这么生猛的吗 难怪会被人打上门来 看来 以后的麻烦事还多着哟 不妥 圣域中虽有些不齿之徒 但毕竟都是少数 普通弟子何其无辜 若仗着实力强横就滥杀无辜 那与八大圣域那群虚伪正当 什么区别 不愧是师父 名为不论心怀造成 绝非那些俗人可比 可是师父 你之前不是说 能用武力解决的问题 傻子才讲道理吗 傻子 大师兄 师父夹着人心 甚谋远虑 自然有他的考量 言归正传 为师是说过这话 用武力解决问题 并不意味着要滥杀无辜 这叫弘扬正能量 明白了吗 正能量 那是什么高山的力量吗 师父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这个有机会 为师会为你们展示的 不过目前耽误之急 还是要去救小鹿 高鸣 你二人方才一战 灵云受损加重 需要静心修养 这山门也需要人镇守 这样 高鸣你和大师兄 留在莲花峰 坐镇山门 此一随为师一道 去救你小师妹 是 就到这吧 你二人务必时刻警惕 守好山门 另外 为师不在的这段日子 你们利用八狱中埋伏的探子 搜集情报 打探另外两位师妹 钟离妹和羽儿的下落 尽快召集他们回莲花峰 是 弟子明白 上次一战 莲花峰的结界已经有所松动 若是遇上真正的强者 恐怕不能抵挡 罢了 九旋风圆阵 凝 少元减一 正义少元二十二 这是千切高级阵法 我从阵法上感到了一丝浩然正气 难道这就是师父所说的正能量 我感到有一道光照在了大地上 火燃开朗 我去 我胡走一口 这愣头青土地居然突破了 什么妖孽 九旋风圆阵可挡地境巅峰强者全力之下的九次攻击 即使八玉圣主齐出 也能抵挡半颗时间 足以撑到为师回山迟远 师父不愧是当时第一强者 能败入师父门下 此以此生无憾了 对了 师父 小师妹的具体方位 您测算出来了吗 小鹿在 找到了 袁小鹿应该是圆主最为疼爱的弟子 他身世凄惨 父母早亡 圆主受故人所托 带走袁小鹿 但因他自小经历太多变故 性格上变得十分懂事 修炼也十分刻苦 完全没有这个年龄的孩子 该有的活活和顽皮 袁小鹿 你师父云野被三大圣羽围攻 恐怕早就一命无忽了 就算你侥幸逃脱 这太上续元丹 他怕是也没命享用 交出太上续元丹 束手就紧 在我药王谷做个药奴 尚可留你这孽障一条性命 还准你回去给师父枯灵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这群狗贼 就要胡走 我师父侠干义胆 是大英雄 应当与天同兽 你敢咒他 小心到天前 与天同兽 既然如此 那我现在就奉你去见他 哎 哎 哎 嘿嘿 糟了 嘿 天前 那不知我今日杀了这位 云野大英雄的徒儿 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啊 喝我的药 不知死活 什么 啊 啊 丹药本是我药王谷三圣一地之一的药不凡圣族所用 以利用药王谷叛徒王衡留下的法阵 敲门道德 简直胆大包天 死不足惜 我死不足惜 可师父等不及 师父还等着我带着丹药回去呢 师父 徒儿真没用 住手 谁在嚷嚷 大哥 谢谢扫他这极品药材 药材 大哥 此女虽然天赋不凡 但最多也就做个药奴 药材是何意 那品阶低 自然看不出来 而这一身血液 已经达到半神的晶圆浓度 这样的极品血液绝肥天生 怕是只有半神镜强者 损耗大半精血重塑经脉才能达到 发育中达到这个境界的 只有一人 看来 云野倒是十分疼爱你这个小弟子啊 原来如此 难怪 难怪先前收留我的长老说 我活不过五岁 原来是师父替我重塑了经脉 一个修行者身上最为宝贵的就是精血 师父他竟然为我耗费这么多的精血 师父 你从来没有跟徒儿提过此事 我只是一个人人厌弃的病女 师父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如此说来 若是将他练成仁丹服下半神镜也只可待 齐指半神 只怕是冲击那传说中的真神镜也不无可能 师父对我经过如此多的心血 我绝不能断送在此 师父 我一定要让太少去元旦带回 你保师父恩情 什么 二哥 你在做什么 快抓住他 师父 等我 走 我倒要看看 往哪儿逃 陪我 不断这 你 敢动我 师父一定 我会放过你 哼 这鬼烟迷障 连你师父云野都未必能抵挡 他来了又如何 况且 云野的命星一日前便已陨落 怎么 你这个他生前最疼爱的小弟子 竟然不知道 不 师父 师父是他英雄 师父救我 救我 护我 师父绝对不会有事的 别难过 我现在就送你们师徒在下面团聚 是 师父救我 来了 是 大哥 哪儿来的萧小 竟敢在我药王谷撒野 师父 我这是死了吗 我这是死了吗 小没良心的 啊 为师大佬远来救你 你就不能盼为师点好 师父 师父你没死 他们都说你死了 你没事 太好了 这是 这是太上续言丹 师父快 快 啊 啊 小鹿 这是鬼烟毒诈 药王谷居然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用这样阴毒的手段 小鹿精元受损严重 想必是被逼到了绝境 才会燃烧精绪 方才能药老出手三重烈焰 是要将小鹿练成人丹吗 可怜这孩子 都自身难保了 还拼死护着这枚续言丹 子依 照顾好小鹿 是 师父放心 药王谷 好 很好 如此伤我弟子 想必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了 云野 这下完了 云野可是大陆唯一迈入半神经的巅峰强者 八语之中无人敢与他抗衡 怎么可能 云野不是死了吗 别慌 传闻云野坐下有一鬼族女子 擅长易容画面 这极有可能是那名鬼族易容变化的 原来如此 不过就算云野在世 他大陷将至休为受损 我们三人联手 也未必不是对手 诸位长老都是药王谷元老级别的人 想必对炼当仪式极为惊途 那就请诸位长老品贱品贱 本座这火种 纯不纯净 红莲夜火 你 你真的是云野 神龙 今日起 妖王谷除名八宗师派 是云野 他居然没死 云野魔头回来了 妖王谷被除名了 好啊好啊 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魔 我的女儿就死在他们手中 他们欺凌弱小 攀附强权 也该有此一报 要我说 那些名门正道草菅人命 我处举语之事也没少做 这样的伪君子 还不如云野魔头 这种嚣张伐扈的真恶人呢 恭喜宋主完成任务 奖励积分二十 斩杀三名半圣经反派人物 奖励积分三 自动最换几圣人 原来斩杀反派也有积分奖励 这是一换一不划算啊 不愧是史上最坑爹系统 一个字 抠 君爷老二 狂妄至极 到我太上续元丹 除我宗门长老 还扬言要将我妖王谷 除名八宗石派 就算你是拜神之境 当是第一人 今日你也要给我个交代 糟了 是妖王谷三上之一的要不然 传说的肉身境界 已达到圣人终极 法身加持之下 怕是也有圣人巅峰的实力 这是 死即圣元法身 这类法身一带施展 方圆三十里内 所有圣灵的晶元都会被袭击 地境之下 几乎无人能敌 而且 我记得这本秘境 在从前王长老执掌 要往古时 便已销毁了 要不然怎么会有机会修德 还演化到如此境界 此即圣元法身 有点意思 和大部分天阶法身一样 此即圣元 也是上古法身的残隽 演变而来 那些所谓的大宗强者 圣人老祖 时期残隽 加以文会 便自以为创造出了 可以比肩上古法身的 超级法身 而这些所谓的超级法身 在真正的上古法身面前 几乎漏毒百出 基本可以理解为 拟了个行 就如同纸老虎 一扯就破了 敏也 你纵徒到丹 致使我谷中 白顶丹炉损毁 三位内门长老丧命 要亡古险些受灭顶之灾 若你此刻交出弟子 并以死谢罪 我可以考虑留你个全尸 也算替你保全 这八语第一人的名号 八语第一人 你当我和你们这些 名门正道一样 会为了这些深厚的虚名 出卖弟子吗 敏也老二 别装了 神阶以下修行者寿源 是多不过两千岁 若要强行续命 除了外界补充灵丹 灵源 唯一的方法 便是燃烧修为 这类术法 往往短期内能强行爆发出巅峰实力 但事后修为 却大幅跌落 昨日你莲花蜂喝退三大圣域 击杀龙徒 如今又以红莲之火 灭我谷中三名半圣境长老 现下你周身气息波动 倒是比你身后护着的两名弟子 还要微弱 我看 怕是已经跌至道径九重了吧 原来以为我是燃烧修为 换取的短暂巅峰 可惜你列对了攻势 却带错了值 无愧是三圣之一的强者 竟然能察觉到我如今的真实修为 不过 你高估我了 我不是跌到道径九重 我是跌至轮回静 什么 明夜魔头此时的气息 确实和刚入门的轮回静弟子没有区别 可是他为什么要自保实力 这不是找死吗 难道他还有其他底牌 所以才毫无顾忌 不对 从前的云也根本看不上 我们这些所谓的八欲中人 于是先出手 你全能解决的事 绝不多废话一句 罢 到底是故弄玄虚 还是真有底牌 一事便知 既然你明顽不灵 那我就送你和这两位徒弟一同去死 嘿嘿嘿嘿嘿嘿 圣人九重 去 师父 小心 木性不错 如此劣质的法身秘籍 都能练到这个境界 可惜了 道版终究是道版 在真正的上古法身面前 一招都撑你 十方乾坤 法身陷 少延减一 少延少延 四十三 这是 上古法身 十方乾坤 您也怎么会还能使出法身 这不可能 为天界超级法身的慈祭圣人 竟然在一瞬间爆发的冲击下 瞬间消融 这是何等强大的法身 师父的法身 竟然已经强大至此 是啊 师父出手永远只有一招 一招之下 从无败尽 不可能 就算 就算你有真正上古留存下来的法身秘籍 凭你如今的修为 怎么可能还施展得出 你服了禁药 或者 你一定用了某种技术 想不通 想不通就别想了 等你到了幽冥 阎罗王自然会告诉你 你不要过来啊 休得嚣张 云野 劝你一句 忍之将死 莫要做不必要的挣扎 师兄竟然启动了护山大阵 尿王古剑宗千年 这独龙八卦所魂阵 便是当时一位半神镜先辈 耗费半身修为集成 威力强大 就算是巅峰时期的你 在独龙瘴气侵蚀之下 也逃不过神魂聚散的命运 独龙八卦所魂阵 好熟悉的男子 我依稀记得当初某人为讨教阵法布局 还曾夜宝莲花风 看来你们这些小辈都不知道 这位耗费半身修为 设下护山大阵的前辈叫什么名字 也罢 让我来告诉你 这位前辈他叫 王衡 王衡不过历代掌门中 资质极为普通的一位 若非老祖赏实 凭他的资质 做个内门长老都不顾客 云野 你好歹也活了几千年 要吹牛 也得先看看我要王谷史料记载 云野魔头 你也算一代萧小 禀赋不凡 巅峰时期 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八玉第一人 可惜如今 你寿元将近 却还保留着年轻时的气息 要知道 一个人的脾气 若是大于他的能力 是很容易被灭杀的 是吗 看来三位不信 那就试试看 我甚至不用法身化形 以我轮回净一剑之力 便能破了你们所谓的护山大阵 哼 笑话 吹牛 也不怕把牛皮吹破 师兄 别跟他废话 唤醒独龙 他的末日到了 寒长土地 神体最灵 通天达地 出入幽冥 哼 不见棺材不落泪 他竟然 真的一轮回净的修为 一剑破了药王谷千年护山大阵 瞬间灭杀八条毒龙 难道 他所说的是真的 护山阵法 竟是出自云野本人 笑话 真是笑话 我要亡谷千年大宗啊 我们三大圣人 何力催动护山大阵 想要灭杀云野 你想到这大阵 竟然就是出自敌人之手 要亡谷 要亡了 但不过 信保命 只能如此 想不到 王恒前辈 竟然真有如此能耐 看来史料记载 并非全然真实 若非今日 云野前辈 道出真相 我们只怕 还被一只蒙蔽其中 可怜 王恒前辈 一世英明啊 看来不管是 先前三遇落败 还是红莲夜魂 焚杀我药王 我三大长老 都绝非偶然 没有任何一种金药 能支撑如此之窮 那上古法身 十方乾坤 以及这一件破阵的威势 也绝不是一个 宾死之人 能施展出来的 看来云野 还是那个云野 不容小觑 眼下只能拖延时间 等老祖出关了 地境对上半神 也许 尚有一战之力 是 此时多亏云野前辈 我等先前 多有冒犯 前辈既与王恒掌门 是顾骄 还请看在 先掌门的份上 饶我们这些 小辈一条贱命 留着这条命 好赎清罪过 王恒长老 为妖王谷 倾注一生心血 想不到妖王谷 竟除了你们这样 屈炎附施 一嫌狡诈的虚伪之人 先前一个个 喊着要打要杀 现在见局势不对 就立刻调转枪头 奉承讨好 真令人恶心 师父 这样当貌爱人的伪君子 必定要斩草除根 放得永绝后患 我云野向来秉承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必输 不好 十方乾坤 无形空斩 从今日起 世间再无 要王 解释到宿主 完成解救弟子任务 获得净分二十 斩杀三名 圣经反派任务 脚力净分量 自动兑换成兽员 恭喜宿主 成功施展 上古法身 十方乾坤 长叹境界 提升至九重道境 开启终端主线任务 为坐下所有弟子 讨回公道 终于看到主线了 想必主线任务 也是云野生前夙愿吧 放心 云野老头 我既然占了你的身体 便绝不会让任何门派 个人欺凌到弟子头上 八大圣域欠他们的 我必会 一一讨回 请三位掌门深以援手 祝我要王谷 共同面对云大魔头 八大圣域 或多或少 都曾得罪过那位云野魔头 他的六个弟子 都与我们有些孽缘 如今他实力恢复 我要王谷惨遭灭门 下一个 就轮到你们被清算了 你的意思我们都懂 可那云野魔头的命星 早已陨落 这是我在占星台亲眼所见 就算他苟延残喘 那也是秋后蚂蚱 蹦跋不了多久啊 哼 要王谷被灭门 那是你们实力不济 别说云野 就是我们真龙圣域 随便拉出去一位太上长老 都能灭了你们要王谷 也就是看在你们小宗们 立足不义的份上 不曾下手 你说是吧 要无尘 我看你也不必来警告我们 有这个功夫担心我等 倒不如回去好好闭关修炼 说不定能在云野手上活久一点 你莫要太想象我们要王谷 要老祖记这么说了 那云野 必定是还有几分本事的 只是 要我等圣域大宗 联手对付一个大县将至 又无门无派的散修 是否太兴师动众了些 是啊 要老祖 我看你就是被吓怕了 那云野与王恒有救 能破你这山门阵法有何稀奇 何况你这阵法 本就是人家云野参与布局的 这帮身为所散的饭头 八大圣域 我还要重新洗牌了 这孩子自身都难过了 都解决不了的事 纵使你们全部将命栽进去 也无济于事 知道了 师父 我居然活下来了 是师父又救了我 师父突然变得好温柔 不过若有下次 我还是会这么做的 师父对我的恩情 我一辈子都偿还不完 你啊 只会撒娇 一看就什么都没停进去 小五醒了 五师妹这次 当真是从鬼门关走了一走 是啊 若不是师父诸法精通 又有着通天修为 为师妹消除毒障 否则 师妹身体定要留下隐患了 风大 躺下吧 你们当初被我带回来的时候 一个赛一个的可怜 我既然收你们为徒 便要承担起做师父的责任 小鹿当初被王衡托付给我的时候 才那么小一点 如今好不容易养到这么大了 我不救他 谁来救呢 不只是小鹿 还有你们 师父 师父从前 从不会说这般温情的话 看来生死之间躺过一回 师父也有些变化了 师父 当初我年纪太小 很多事情都不清楚 王衡长老到底是为什么死的 要王谷那边 又为什么要叫他叛徒啊 我明明记得 王衡长老对药王谷中心耿耿 王衡他 你在搞什么 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德行 我不能说 抱歉 如今我寿缘将近 今日要你来 是想将小鹿托付于你 不能说 王衡 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 最烦这种遮遮掩掩的感觉 我知道 只是 我实在没别的法子了 看在多年的交情上 算我求你 什么都不要问 若是之后 听到我的任何消息 也什么都不要管 带走小鹿 带走小鹿 麻烦 知道了 后来 我就听说王衡因一己私欲 造成魔般义横行 被青云圣域掌门发现击毙 妖王谷将其除名 并联手青云圣域 无偿治愈了所有受难者 魔般义 魔般义是什么 我从前在一本手扎上看到过 魔般义 是一种极为可怕的瘟疫 无论修饰凡人 都不能幸免 染上魔般义的人 身上会逐渐出现黑斑 一开始并不致命 只是有些发热 很容易被忽略 到黑斑蔓延扩散至全身 就会蹊跷流血 要时无疑 我记得因着死事 那几年青云圣域和药王谷的人 在哪儿都格外受人尊敬 狠世威风 得意了一段时间 不可能 王恒长老绝不是这样的人 此事必有蹊跷 那些迷门正派 不可能有这么好戏 爹 恭喜速度解锁支线人物 查查王恒死亡真相 完成几支线人物 主线进度可达六分之一 积分奖励加一百 多少 一百 之前都是几分几分的加 这个任务居然加一百 如今时过境迁 证据只怕不好搜寻 也罢 我便再亲自跑一趟 去查清真相 绝不会让王恒 枉死一场的 从记忆里看 这王恒 活脱脱一个胜负 绝不会做出这种事 反正昨日 我身体恢复之事 天下皆知 现在无人敢动他们 作为大师兄 你去查一下他们的行踪 将他们带回莲花峰 是 我一定完成任务 你们先前受的伤还没好全 我不在的时候 便在莲花峰好好歇着吧 是 至于小鹿就和 我要和师父同行 胡闹 你的身体还需要休养 有师父在 我的身体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不能一同去查清真相 便是养伤我也不能安心 况且师父身边 没有徒弟伺候怎么行 好不好吗 好不好吗 又撒娇 好 你便随我一起 师父最好了 哇 师父这身可真亲切 就像是 我的虚秀一样 还笑师父呢 你的脚都忘了收起来 师父 那有人 我准备下山了 留在药王谷太没前途 长老和三圣随随便便 就被人伤门杀了 连护身大阵都轻易被破 这也太菜了 出门我都不好意思说 我是药王谷的 也不能算菜吧 那可是云野呀 云大魔王可是当时 第一人败在他手上 太正常了 叫什么 那魔头坏是真的坏 强也是真的强啊 知道自己菜还招惹人家 以药王谷现在这情况 马上都要调出八宗石派了 实在没笨头 听说马上是清云圣玉 招弟子的日子了 我还不如退派去试试 反正我刚进药王谷也没几年 陆师弟天资出众 就算药王谷没没落 过几年肯定也能顺利入内门的 去清云圣玉一定能得到重视 我们就不行了 你们几个不好好修炼 聚在那说什么呢 散了散了 吃法长老来了 走了 陆人家又是你 你再出言不逊 惹得人心惶惶 我就要以门鬼处置了 罗长老 再也没有下次了 我保证 这次就放过我吧 最好是 药王谷真的要不行了 罗长老刚刚不过是雷声大 有点小 只怕你说的 也正是他心中所想 他也在预备着另谋出路了 所以这才轻轻放过你 这位师兄 你看得很清楚啊 没想到外门 竟然还有师兄这样的聪明人 三言两语就猜出了那人的心思 不愧是师父 不过咱不能继续在这顶峰作案了 师兄 随我来 就这儿吧 坐 不知师兄怎么称呼 我姓云 已为您入的药王谷 这位是我的妹妹 云师兄竟然和大魔头一个姓氏 注定不凡呢 不满师弟 我的毕生目标就是取下大魔头性命 明阳整个消真戒 师父真能贴 好 云师兄志向高远 我敬师兄一杯 要知道 连我派护山大阵都伤不了大魔头一根毫毛 听闻这护山大阵 还是当是一位半神镜掌门所设 这是在试探我 不是说因为这位掌门与大魔头是好友的缘故吗 我关师弟消息灵通 怎么这点底还要跟师兄藏着掖着 这个 师兄真是敏锐啊 小弟认错 关于那位王衡掌门 师弟了解多少 师兄既然是知情人 那小弟就敞开说了 相传 这位掌门与大魔头交情极为深厚 有的一众长老都看不惯 是老祖力排众议 才坐上掌门之位的 可惜呀 与大魔头交好的能有什么好人啊 放肆 怎么说 听闻这位王掌门 因为贪图幽灵珠不顾他人死活 硬是让人撬开了幽敏魔君的光果 这位在修魔对立时代 可是使徒的一把好手 幽灵珠 幽灵魔君 要无尘 滚出来 师父发现什么了吗 没有 不过得到幽灵珠这个信息 已经够了 师父真可靠 闻也 你不要欺人太甚 你还在的上门挑戏我药王谷 真当药王谷是阮世子不成 云大魔头又大上门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早劝过你们 趁早跑路吧 飞不停 这下好了 今日起我宣布 我不做药王谷弟子了 我是莲花峰弟子 这是我的脚 大可不必 莲花峰不缺杂役 不过就放你一马好了 鹿角分我一个 我也要 还有吗 有戏 杨无尘 你这药王谷不行啊 银野 到底想干什么 好事也看够了吧 浮山大阵尚可以解释 但三圣都是盛景巅峰 却被你也一招击杀 如果他实力没恢复 不可能做得到 可他身上 确实又只有九重道径的气息 不如是他一番 与其问我想干什么 不如问你先做了什么 当年王恒的事 什么我都知道 先炸他一战 什么 王恒 是那个造成摩班医的 罪魁祸首王恒吗 莫非其中有什么隐情 你们两个 把我的脚还给我 该死 这人绝对不能留了 王恒害死那么多 无辜修士凡人 一切都是他旧由自取 倒是你 云野 几次三番如我要王谷 莫非真以为 我没有底牌了 今日既是你主动送上门 便受死吧 神之墓 居然是古神之墓 我在古术经纪篇里看到过 古神之墓 是古术的最高级法术之一 不止威力强大 每一条古神身上都富有奇毒 总是是半神经 也拿他束手无策 我去 这鸟 没想到老祖还藏有这手 师父小心 雕虫小技 还没完呢 要偷袭 师父 注意脚下 雲野 你完了 我这骨蛇 不知不幸了得 重要的是 才能封印修为 这下 无论你是不是装的 都使不出灵力了 今日 必死于我手 脚还给你 完了 这次叫做对了 老祖 弟子队要往古是中心的呀 老祖 待会儿 你们别罢了我 古毒一解 手缘减三 是吗 本来还想见识见识 你这号称能独捣半神的 古蛇有什么特别的 就这 你也这反应不对 可我分明看到 古蛇咬中了它 云野 别装了 要是你肯跪地求饶 向我磕三个小头 说不定 我倒是愿意放你吧 能看到文明天下的云地磕响头 死几条宝贝骨蛇 倒也值得 哈哈哈哈 收起你那可笑的幻想 十方乾坤 发身 去 怎么会 你为什么还能使用灵力 究竟 用了什么法子 结了古毒 不可能 这些亡良手段 才杀不了我师父 可恶 被这老皮肤唬住了 云野一出手就是大招 哪有一点被封住凌厉的样子 我死了 死 死了 幸会刚刚出生的不是我 药无尘 你可服气 想当初那件事完完整整交代出来 我饶你一命 真下就是王衡造成了摩班义 被青云生育主发现击杀 你还要我说什么 不能说 受了我就完了 我的手 我的手啊 还不老实 断你一臂 你做惩戒 我只说一个词 幽灵珠 他 他怎么知道 没想到云野到得这么快 先前搭讪的二人 应该是他的大弟子凌峰 和五弟子袁小鹿吧 不枉我特地透露了 潜伏这么久才得到的消息 这才几个时辰 云野就杀上门了 我的毕生目标 就是取下大魔头性命 宁阳整个消真剑 不过他大徒弟敢说出 这样大逆不道的话 莲花风也不是一片铁板吧 这倒可以利用 看来来晚了 战斗结束了 让我见见大名鼎鼎的魔头 究竟长什么样 不过 这声音有点耳熟 谁 取下大魔头性命 这么会玩 他是云野 云地饶命 我说 我倒说 我已经废了一只手 再废一只 不如死了算了 请赵子 竟然你对我的求援心 失落无睹 小鬼我破坏约定 我能落到这地步 你也别想好过 那段时日 王衡接触到好几个满身黑斑的病人 反复发掘古籍 确认是魔班医 他禀告我后 展开调查 多条线索 直指青云胜印 魔班医是幽民魔君的拿手好戏 各大古籍上便寻不到解药 这是修真界的大货呀 老祖 放心 此等大事 我并不可能放过 你送去寻找解药 我非想拆穿 青云胜域做的恶事 这时 青云胜域主青招子 召上门来 小而顽劣 近日偶活幽灵珠 不小心闹出了点风波 竟然惊动了贵派掌门 是不是 有些小题大做了 说得轻松 这可不是区区风波吧 若是你愿意配合 除了幽灵珠 我派最近还得到了一部功法 可以完善你的古术 当然了 其他的宝贝也不会少 就是刚刚被我师父轻松破解的那套骨蛇功法 你就动心与青招子交换了利益 还有呢 如果紧紧互相包庇 一旦魔班医爆发 仍然只包不住 青招子告知了我解药如何炼花 须将药方投入屋中 燃烧炼养者的灵力性命 一共三天三夜 所以 王横长老他 王横虽然胜负 但并不无脑 你拿什么威胁了他 他那人提升最看重两个东西 一是药王骨 二则是 他收养的那个孩子 所以 王横长老是为了我 这就是当年魔班一爆发的全部始末吗 这些名门正派 真是一如既往没有下线 好了 你去死吧 你 你不是说放过我 竟然还有人相信我这个魔头的话 听了你这么恶心的故事 我反悔了 想想 还是送你下去给王横赔罪 不要哭 我们去给王横报仇 王横赔罗太惨了 我们怎么报仇 青云圣玉最幸不是昭徒 不知道他收不收我这个灭他满门的弟子 喂 那边神族的小子 跟上 师父 你说的神族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他是三师兄的族人吗 这个你就要问他自己了 好好的一个神族移民 为何会潜伏在药王谷外呢 我猜 不光他身份是假的 就连名字也是假的吧 晚辈陆问生 重新见过前辈 这个名字正常多了 之前取的什么玩意儿 陆王家 陆人家 一针土 先前都有冒犯 还请您见谅了 等幽灵珠这件事结束 我一定一五一时老实交代 连花风恶名在外 不谈他虚实我怎么敢贸然上门啊 哪里想到是您老亲子出马啊 这位兄弟 请问一下收徒大考进行到哪一步了 刚刚开始 去那儿交十块下品零食 登记录名 就可以安心等着了 多谢 仪式越来越简单 报名费却越来越高 据说上届只要三块下品零食 清云圣域也太黑了 谁说不是啊 简直儿戏 收徒大考 甚至连个正经那门长老都没有出现 前辈 怎么说 我们直接杀进去 都杀了倒是轻巧 不过为了洗脱王衡无名 还是要先找到幽灵珠 要是元主 肯定会都杀了 然后身上的黑锅越来越多 不仅帮不了王衡 反而会加深误解 清云圣域 本家子年入门测试 正式开始 叫到名字呢 挨个上台来 将手放到这块测资石上 测资石可有九个等级 清云圣域只收天资为中阶中平往上之人 此外 本届测资一试 我们清云圣域少主将会全程在场旁观 天赋优异者可直入内门追随少主修炼 哎哟 这位小祖宗怎么突然跑过来了 以往入门测试 还能收点油水 这次想不了喽 之前的跟班中了摩班翼 没一个挺过来 这次干脆从新弟子里收几个命印的 爱要无尘的说法 幽灵珠应该就在他身上 居然送上门了 得来全不费功夫 陆温生去替我们仨登记录名吧 是 清云圣域少主清平之 修真借大名鼎鼎的顽固修二代 天资平平 却急得清云圣域主宠爱 一般情况下真不好接近他 这次倒是个难得的好机会 路人家上街中平通过 元人仪上街下平通过 下一位云人兵 这小子真会取名字 不过他天赋当真不错 小路是亏在身为依修的缘故 依修向来不堪根骨 一上午了 就那么几个上街 有这几个就不错了 你当上街天资是大白菜啊 放出去 每个宗门都要当宝贝的 清云圣域 作为八大圣域之一 自然比小门小派卡得严格些 可是我邻居有人在试驾文家当差 文家公子天资下街 据说也见了清云圣域 唏 宽喜户 少见多怪 那些人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个路子 把手放上去 古林看着不小 这么大年纪还来参加入门测试 自从圣主改了测验规矩 什么阿猫阿狗都该上来了 独自量力 不拼 别浪费时间 下去吧 我去 无品街 长见识了呀 这种天赋胎敢上台 救死人了 本来我还担心自己天赋低丢人 有他电流一下就不慌了 师父能从无门无派的反修 到如今的九州第一人 天赋怎么可能差 这些人懂个屁 你先别急 什么 这光是 上街上品 小丑真是我自己 抱歉 似乎将测资石弄坏了 不会让我赔吧 不 不用 是我看走眼了 云人兵 上街上品 通过 你去新弟子队伍里吧 此等资质 圣主清传弟子也做的 哎呀 我刚刚怎么就没表现得和善一点 错过了八节的好机会 我就知道 师父永远是最厉害的 上街上品只是测资石的极限 而不是云地的极限 不愧是公认的九州第一人哪 今日入门测试已全部结束 闲杂人等速速离去 啊 这是所有新弟子了 请少主您过目 嗯 我都看到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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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三个跟着本少主吧 最厉害的那个做打手 另一个看起来就很会说吉祥话 做狗腿子足够了 这人的小妞嘛 长得不错 嘿嘿 嘿嘿嘿 这个 您一下就挑走了天资 最好的三个 我恐怕不好交代呀 别废话 就这么几个人 还要我亲自去向父亲讨不成 嘿嘿嘿嘿 哪里 这种小事 不敢惊动圣主 您慢走 哇 测验长老在少主面前 屁都不敢放一个 架子真大呀 是啊 真羡慕这三个人 跟着少主以后 岂不可以在宗门里 横着走了 横着走 这福气还是留给你吧 按清平之的性格 挨打受气最多的 恐怕就是他的跟班 少主 我们不用先去报到吗 父亲很久没让我出宗了 要王谷出事 他怕我撞到云野手上 好不容易逮着机会 当然要先下山快活快活 好机会 动手 既然如此 我知道一个快活的绝好去处 不知少主 有没有兴趣 你小子一看就很会玩 快带我去 这是哪儿 这里哪有什么好东西 敢耍我 你死定了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不能拿出什么有意思的玩意儿 我就将你的头切下来当醋军体 少主莫及 有意思的玩意儿 不是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吗 哪里 我怎么没看见 是你啊 我好像一个反派哦 不对 我本来就是魔头 你 你怎么敢 我可是清云圣运少主 等我父亲知道了 你们就死定了 哟 我还生怕你父亲不来找我呢 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他又是谁吗 我都不认识你们 还能是什么大人物不成 况且再大 也大不过我父亲 不妨告诉你 他是被你害死的 药王谷王衡长老的养女 那 那又怎么样 一切都是那个王衡 咎由自取的 区区小派掌门 死了就死了 难道还要我赔罪 灵完不灵 要王谷掌门不配 那我云野之徒的 够不够资格 你 你是云野 救命啊 去 不要杀我 求你不杀我 让我做什么都行 先说说你是怎么拿到了幽灵珠 当初幽灵秘境出世 按规定上报给清云圣誉之后 是要派人前去销毁 但因为我从未见过魔秀秘境 便扬着父亲进去玩了一圈 敲开了幽灵魔君的棺材 拿走了幽灵珠 没想到 出来后 我的跟班们纷纷感染了魔斑疫 你为何没事 幽灵珠作为致寒其恶之物 可压制百毒 有护佩戴者诸邪不清 死后失身不服 都录下了吗 刘影珠正在录着呢 这幽灵珠 小鹿拿去玩吧 哇 谢谢师傅 至于你 你你你 你要干嘛 当初送你上路 犯了这样滔天的罪孽 就不要想着活命 早点下去熟悴 说不定下辈子还能投胎到人道 叮 恭喜宿主 获得王衡全部死亡真相 积分奖励100 当前积分190 叮 系统商场已解锁 宿主可使用信仰值兑换商场物品 叮 信仰值已解锁 当前信仰值160 喂 系统你也太抠了 怎么随随便便一样物品都有好几百信仰值 最便宜的锁先生也要200 我能买什么啊 宿主不要着急嘛 每月信仰值兑换完 下月即可全部再生啊 李宗说 如果宿主这个月信仰值是100 将100信仰值全部兑换完剩下0 下个月更新后 宿主仍然重新拥有100信仰值 哦 明白了 那信仰值累积起来不就非常夸张 从前总冤枉你扣门是我的错 今天请 你就是我的掌上名统 我儿命牌碎裂 是谁干的 我要将它碎尸万断 啊 啊 啊 哎 前辈 现在一切证据充足 我们 等 等 据说少主是变人一刀割喉的 发现的时候 还睁着眼睛死不瞑目呢 也不知道究竟得罪了谁 少主平时得罪的人还少吗 要不是正着圣主 哎呦 在少主藏仪说这个你不要命了 前辈是在等清平之的藏仪吗 以清招子对清平之的宠爱程度 绝不会让他悄无声息地走 今日鱼龙混杂 八宗石派皆有派人来祭奠 还有诸多小宗和世家来人 最重要的是 嗯 看哪 他请了禅宗的和尚们来为清平之超度 传宗大师普度重奢 就算清云圣运下风口令 也威胁不到这群人 有他们见证真相 最合适不过了 不错 贵少主的事我们都听说了 真令人痛心 清兄节哀呀 是啊 也不知得罪了哪方小人 竟遭此狠手 不是小人 是魔头 你是说 我用智宝走马回宿镜 看到了我儿死前最后一个画面 袖手不是他人 正是云野 竟然又是他 前脚刚杀完燕王谷老祖 后脚又悄悄杀了清云圣运少主 云野真是杀心大发了呀 这魔头作恶多端 迟早有人收了他 阿弥陀佛 又是云野 他不是快死了吗 怎么还能碰他 哼 这些人明明什么都不知道 哼 放心 前辈心里一定有数 不急 看看他们还要说些什么 哼 当面说魔头坏话 一会儿这些人不得吓死 不过这画面有点似曾相识啊 与大魔头交好的能有什么好人 一 魔头猖獗 今日是我儿 明日又不知是谁 今日借此机会 我要诸君随我一起涂魔 诸杀云野 怀修真剑 一个亲命 云野实力据说已经恢复了 前不久才涂了药王国 现在可不是围剿的好时机 不如退一个领头的替死鬼 替我们试探试探 正有此意 秦兄啊 魔头之罪庆祝难输 涂魔行动确实刻不容缓 只是 这领头之人 我义不容辞 我义不容辞 狐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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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你怎么不喊 这可是在大人物面前露脸的好机会 你怎么走了 你们是在找我吗 云野 你你你 你是云野 我需要这么不知死活和魔头打话了 兄弟 我懂你 真的 云野老贼 你竟然还敢出现 还我而命来 太慢了 魔头既然主动出现了 各位随我一起诛杀魔头 杀了云野之人 我清云圣渝 出十套天品工法 二十瓶仙品丹药 五百万颗上品零食 奉为座上宾 清云圣渝真是大气 富贵协助球 大家一起上 我也能把魔头磨死 杀 人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我相信师父 得保留证人 我都全杀了 需要一下能震慑住这些人的法子 看看系统有没有可用的工法 这个没错 古陀净土 这是什么 我的灵力使不出来了 我的也是 好霸道的招式 是我传宗的阵法 普陀净土 除释放者外 领域内所有人 暂时失去修为 据说非神境误不得 现在各位可以安静听我说话了吧 不愧是系统出品 这质量 真好用 云野的修为 竟然已经到了这种境界了吗 幸好刚刚没有出头 此剑不可能存在神境 但云野竟能使出这部工法 还有谁能与之一敌 卢文生 是 魔头 你又要干什么 请各位看点有意思的东西 看好了 流影珠 云野要给我们看什么 完了 全都完了 想不到青云圣玉 竟然才是当年那起 魔般义的罪魁祸首 我记得当初青云圣玉 对外公布说 是青昭子击杀了那位王鹏长老吧 用人家炼的药 成全自己的名声 真无耻啊 真相已明 那我就替天行道 为青云圣玉 清理一下门户 想必 无人有意见吧 阿弥陀佛 自无魔时代以来 魔修秘境一旦发现 就要立刻销毁 是九州共识 青云圣玉 私自破镜 自当受到惩戒 别说您老占礼 就算您不占礼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这些人也不敢置身啊 不 你不能杀我 我可是 除此之外 我还有一事 师父 有我的手帕 还是女孩贴心啊 把这些布都给我撤了 清平之是什么东西 他也配 是是是 应该的 这就撤 清平之平日欺男霸女 作恶多端 如何配这么多前辈来调研 地上梁 各位都起来吧 换上新的白帆和祭品 大家继续祭奠王者 什么王者 啊 师父不是让人 把这些东西撤了吗 云野又在打什么哑谜 将祭奠之人 换成王衡 师父 云地损言善事 王者们之举 赶天动地 挽救了无数人性命 却无辜枉死 正该让天下人 都前来祭奠一番 行 信仰直击散仇 有劳大事了 您也为王衡 诵经超度一番吧 王施主心系苍生 大意而绝 令人钦佩 带回宗后 我便召师兄弟们 在佛塔 为王施主 供奉往生碑 多谢大师 仇人已死 你的清白也证明了 王衡 安心去吧 二位这捏手捏脚的 是要赶去哪呢 没 没去哪 只是祭奠完王掌门 我们心中有感而发 决定要尽早 让世人知晓 歌颂一下 王掌门的一举 正 正是 看来云野实力 真的完全恢复了 而且更为精进 一会儿 他要是想起来 我派围攻连华峰的事 打算算账就不妙了 我得赶紧溜 三天 既然两位掌门 这么热心 那么三天内 我要九州内的 每个角落 都知道此事真相 若是做不到 那我们便亲自上门 给云帝请罪 去吧 账 还是一笔一笔算得好 此处没有外人了 说吧 你为何蓄意接近我 请云帝救救我 神族圣女 昔日神族 一夜之间灭族 原因不明 我偶然捡到 伪装成起儿的高傲 本以为神族 已经无人了 没想到还有幸存者 灭族 天哪 我也是近期才探得的 圣女下落 凶手势力庞大 我无能问力 求云帝 看在您弟子的面上 救救他吧 你先随我回莲花峰 此时还是要让高傲知晓 师父和小鹿 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 心情不错嘛 师父 你终于回来了 看你激动的 被师弟师妹们看到 他们可要取笑你了 所有事情我们都听闻了 师父灵堂展兄 藏衣换竹 好威风啊 对了 小鹿呢 怎么没和师父一起回来 这位是 在下鹿问声 您叫我小鹿就好 小鹿的事 一会儿见到你三师弟在谈 至于小鹿嘛 等会儿 师父 你说的小鹿 是哪个小鹿啊 都是巧了 这小子与我莲花峰有缘呢 云前辈不嫌弃的话 叫我卫生就行 这小子 真会胸肝子往上爬 小鹿说 他要继承王衡意志 将药王谷变成 王衡理想中的样子 所以留在了那儿 孩子大了 留不住啊 师父怎么能将小鹿 独自留在药王谷 祖云姐姐救救我 小鹿本就不擅长战斗 前不久还在那儿受了重伤 留在那儿 岂不天天受人欺负 不行不行 我得去把小鹿带回来 回来 不是 师父 我云野的弟子 不能做温室的花朵 而且是小鹿自己决定的 对于小鹿之后 想留在药王谷一事 不知各位长老 有何意见 这是药王谷的荣幸啊 是啊是啊 在王衡身边 见到这孩子的第一眼 我就觉得他以后 一定有出息 果不其然 他居然成为了您的徒弟 王衡住的起云台 一直空着呢 小鹿可以继续住呢 就当和住的莲花峰一样 对您的弟子 我们一定把他当您来尊敬 这群家伙把好听的话 都说完了 好歹也给我留一句啊 有了 像那种打伤小鹿 挑衅您的事 绝对不会再发生了 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不会说话就闭嘴 生怕预言想不起来是吧 嗯 起云台不错 这些人 自小就对我和王衡长老 冷嘲热讽 如今一个个 却坏上这副嘴脸 那就好 你满意就好 幸亏这姑奶奶没生气 不过也想把我供起来就当打发了 我要做药王谷掌门 这如何使得 一派掌门 是你这个丫头骗子能当的吗 荒谬 宝宝 云野还在呢 都找死是吧 住嘴 我们这群迂腐的老顽骨 我看没有比小鹿更适合的掌门人选了 小子背叛组织啊 背你个头 赶快闭嘴吧 各大圣语近年来不成文的规矩是紫城赋业 小鹿是王衡养女 继承王衡的掌门之位不过是顺应大力 你们觉得呢 想好了再打 我的四十米长刀已经饥渴难耐了 参见掌门 只要莲花蜂和我再一天 小鹿就不可能有事 那群人没这个胆 那我就放心了 不愧是师父 高鹅呢 怎么不见他人 师父自己去看看吧 高鹅他出家了 出家 高鹅在搞什么 阿弥陀佛 师父你回来了 师父 不 施主看看我有没有一点禅宗大事的风范 你受什么刺激了 他听说师父在清云圣玉 用一手精妙的禅宗阵法 震住了所有人 下定决心要追随您的脚步 完了 圣玉大人 我们身宗好像没救了 人才 你这不仅不像禅宗大师 他有点像偷袈裟的黑熊精啊 黑熊精 可我没有妖族血统啊 不重要 先谈正事 高鹅 好久不见 陆卫生 你居然还活着 当初神族灭族之际 我侥幸在外历练 得知灭族的消息后 当即隐姓埋名 这些年一直辗转各大宗门 暗中调查真相 今日终于有了线索 是谁灭了我神族 星云圣玉和太虚圣玉 这两大圣玉 向来和神族交好 傅兄经常与两派圣玉主 把酒言欢 怎么会是他们 正因为交好 在神族灭族之后 他们却毫无动静 不更显得可疑吗 师父早有猜测 这些正派宗门 表面刀毛岸然 实则背地里都是群畜生 我这些年四处奔波 因此诡计听了不少 可惜没找到他们图我神族的证据 可恶 难道就这么放过他们 那倒不会 别忘了你是谁的徒弟 师父是说 我云野几世是看证据做事的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才是咱们师父的做事风格 三师弟 卢温生 别默契了 你话再不讲完 他就要拿刀冲上两大圣域了 此时虽无物证 却有一个关键的人证 此人是谁 灭族当日 留在神之谷 据说早已去世的圣女大人 姐姐还活着 她在哪儿 圣女被关在太虚圣域 但具体位置我并不知道 那还等什么 你直接和我杀上去 把什么掌门老族都抓起来挨个问就是 悟静 少安悟躁 悟静是谁 红头发又排行老三 你当然是悟静 你这样贸然打上门 是生怕太虚圣域 不拿你解性命威胁你吗 师父教育得是 可是 也罢 我就亲自走一趟 太好了 多谢师父 前辈之恩 莫持难忘 恭喜宿主 解锁真线任务 寻找神风圣女 清算神族灭族之城 完成此之线任务 主线进度可达两分之二 积分奖励加一百 陆寿女死亡 任务失败 积分减二百 高昂性养殖加二十 陆渭生性养殖加二十 负两百 烧八匹系统 为了搭上师父 你费了不少劲吗 是之前要网谷的事 让你找到了可乘之机 是啊 我都做好被识破后 再被教训一顿地准备了 云地在外的名声 足以下的小儿子提 谁想到本人居然 这么狭义心肠呢 你就放一万个星好了 师父可是我们 莲花蜂的守护神 太好了 我终于放上大腿了 喂 你没必要这么感动吧 戏是不是有点过了 我刚刚以为 你是真傻呢 吓死我了 喂 以后不要再装傻了 太吓人了 物镜 你把话说清楚 什么叫装傻 嘿 你谁是武镜啊 是你 是你 就是你 嘿嘿嘿 这两个活法 你们神兽看起来 确实不像有救的样子啊 商城居然有隐形斗旁卖 严重怀疑这是从魔法世界偷渡来的 真香啊 谁允许你们接近这里的 嗯 后山禁地 禁止靠近 不知道门规吗 去行堂 各领三十遍 我们知道错了 求少主 饶过我们这回吧 四十遍 滚 是 处理掉 听力 他就是太虚圣御少主了 为了不暴露这儿 即使那两名弟子什么都没看见 还是说杀就杀 嘿嘿嘿 秋洛仙子 我来了 将瓶子给我吧 稍后我会自己取血的 少主臣时来拿 秋洛仙子对我之前提议一事 当真不动心吗 承蒙少主后外 不过秋洛普柳之姿 配不上少主 少主请回吧 不送 不知好歹的女人 我看你们矜持到何时 神族之血 是炼制神品丹药的药益 看来这位高秋洛圣女 是用自己的血 换得的一时平静 不过太虚少主 似乎想人要兼得 呸 喝我的血杀我族人 竟然还厚颜无耻说要娶我 想喝我的血 那就喝个够吧 我保你一喝一个补之生 我去 你这鸡哪儿来的 今天总觉得心里不安 好像有人在背后偷窥死的 莫活莫活 一定是错觉 这没什么好心虚的 人血都喝得 鸡血怎么喝不得 内心惹活该 求洛姑娘 哎 救命啊 救命啊 别来救救我啊 抱歉 吓到你了 不愧是高傲的姐姐 梁姐弟这样能整活的性子 倒是如出一辙 不用害怕 我是受人之托 来带你离开这的 不是鬼 你是受谁的伪多 你又是谁 这里可是太虚圣玉的禁地 就算你隐匿行中的本领 比别人强些 但这结界不是一般人能破的 哼 看好了 白虹灌日 这可是当年探虚圣玉 开身祖师爷 剩下的结界 居然一招就击碎了 又有此等能力的 绝不会是无名之辈 你到底是谁 我名云野 云野 被关起来前 我就听说过云帝的名号 这样的大人物 怎么会跑来救我 小小之徒 胆敢放我太虚禁地 就要做好把命留下来的准备 不好 是太虚圣玉圣主 该死 他怎么会来得这么快 云前辈不用管我 我对他们还有用 他们不会拿我怎么着的 前辈快逃吧 小罗之前辈实力高强 但他毕竟是一域之主 秀为切勤半神 云前辈一人 如何与一域抗衡 还是快逃吧 不然就来不及了 是吗 想往哪里逃 你俩已经逃不掉了 好你个高丘陆 对我的示好百般不假辞色 竟不知从哪儿勾搭了一个小白脸青狼 想要我的命 那就亲自过来取 不好 是云姐 我突然想起大陆上的火还没关 先走一步 云儿 替我好好招待贵客 儿子没了可以再生 小命不保 这什么都没了 云儿对不住了 我为父一定为你办一个疯狂不输 轻贫质的葬礼 等等 父亲 出个生就能吓走地近强者 我是遇到了怎样的大人物 来都来了 别走 一起落会儿刻 锁先生 去 我这把老骨头啊 大胆 我父亲可是太虚圣主 你们怎么敢这么对他 还不快松开 放肆 怎么对你云叔叔说话呢 知道这是谁吗 负不单自过 看在我态度这么殷勤的份上 可别把我这冤种儿子的不禁锁在我头上 父亲 你吃错药了 你看您还亲自跑一趟做什么 您想要带着女娃娃走 直接走就行了 不用和我们打招呼 是不是还想打包一些特产的回莲花蜂 您随意 什么都可以拿 当自己的地盘就行 你眼看 怎么从前看不出来太虚圣主还有这种溜须拍马的天分 莲花蜂 你 你是云野 少主有何指教 没有 先说好 你杀了我父亲 就不能杀我了 你就不孝子 你留了老子还怎么活啊 给我回来 好一个父子子孝 你怎么想要不要杀了他们 丘罗仙子 你在太虚生育这些年 咱们对你不保啊 除了定妻屈屈屈血 你的齿刷用度 可都是门面最高配 丘罗仙子 我对你是一片赤子之心啊 也从未对你有过不敬 这两人 杀了都嫌脏手 对了 不妨告诉你们 你们药的血 除了前几回是我放的 后面你们用的药引 可都是这玩意儿身上的 什么 我说我最近怎么老想 我点起了好两声 看见虫子就想咬两口 原来 罪魁祸首是你 原来老祖一直悄悄藏在树后 不敢出来 吸气量似乎有点大 爹 幸好老祖 把神品丹药都毒吞了 咱们没吃上 整个太虚圣语 最硬的只有山门口的石碑了吧 小丫头骗子 莫以为有云野撑腰 我就不敢拿你怎样 今日定要你付出代价 扶龙掌 当着我的面 威胁我要护着的人 你很勇啊 云帝很欣赏老祖的勇气 决定应下挑衅 使用了不知名的招数 接下老祖的成名绝技 扶龙掌 那么结果如何呢 好强的内力 我撑不住了 果然不出预料 老祖败落 云帝尸不可挡 云野 留下这丫头 你自己走 总是我不敌你 但我若真的豁出去 未必不能中伤你 你一旦中伤 到时很多人都会蜂拥而上 取你性命 我劝你慎重考虑 这丫头形式恶毒 今日无论如何 我也不能饶过她 云前辈 我 安心 好 看来你执意与我作对 虚魂 开阵 是师祖爷留下的妖魂 坦虚阵 父亲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门内还有这个阵法 祖师爷设下此阵号 从未启动过 这是太虚圣域的最后防线 阵内哪有百妖枉死之魂 一旦开启 百妖将群起攻之 撕咬被宽者 这些妖生前都是手上有数条人命的恶妖 在阵内 实力更会提升到生前的十倍不止 前辈 现在怎么办 你可知他们为何这么怕我 不知 手段再花里胡哨 在我云野面前 都是小儿过家家 就凭这还想困住我 雷霆万针 就连祖师爷留下的阵法都拿他没办法吗 就当上门帮你们给妖魂超度了 超度费每只十万上品灵石 成辉 每只十万上品灵石 你怎么不去抢啊 瞧你这话说的 我这可不就是正在抢吗 你看 魂 怎么 这么好的条件 二位意下如何 那可真是太好了呀 三日内 必送去莲花峰 不劳您亲自办了 您看 还有什么要求 三日后不急着送灵石 先举办一个宴会 以太虚圣誉的名义 这个好说 不知是哪位先生要庆祝喜事 我也好按需去置办 您放心 我一定办得风风光光 红红火火 九州内 说得上名号的宗门世家 都给请来 绝不会给您丢了颜面 不用请其他人 我这边五个人 你那边请上心灵圣誉的人 我们就办一场红门宴 红门宴 走吧 跟我回莲花峰 高鸥和陆问生 都在那等你 他们居然都活着 没想到高鸥 居然有幸败入您门下 我们姐弟性命 都靠云前辈出手相助 如此大恩无以为报 我愿留在您身边 做一侍女 日日侍奉 莲花峰不说杂意 我也不需要侍女 你既是高鸥的姐姐 安心在莲花峰 住下就是 多谢前辈 只是如果不能为您 做些什么 丘落实在过意不去 您就让我做些小事也可 云叶前辈 与传闻中截然不同 真是个温柔的人 听 高丘落信仰值 加二十 既是如此 你可随意 这些瞎 人呢 前辈的弟子们都不在吗 这有风流书 师父 高鸥和卢吻声 在师父离开后说 身为弟子和神族血脉 不能只看师父一人忙碌 要为师父分忧 随即出发 去了心灵圣玉 小鹿性子 单纯天真 我担心 他一人留在药王谷 行事处处受阻 特去相助 几日便归 师父误念 忙 都忙 忙点好啊 前辈的几个徒弟 看着感情可真好 我从前受徒格外严厉 他们几个被教训后 总爱在一起抱团取暖 自然感情不错 就是有时太胡闹了些 云前辈还有严厉的时候 我以为前辈应当是 溺爱徒弟的那类风格呢 看起来完全不像 那可惜你没机会见到了 传音哦 不知是前辈的 哪位徒弟来消息了 云前辈 救命啊 师父 救我 这两人 还是那么不靠谱啊 听他俩声音 虽然慌张 但并不交集 应当不是迫载眉睫的危险 否则不会有机会 慢慢让传声欧来通知 你先在此安顿 我顺着过去看看 是 云前辈小心 都怨你 是你说 你从前在心灵声誉有门路的 这下好了吧 哼 这怎么不算门路了 那疯女人轻轻热热 上来喊小路的时候 你不也觉得她可以利用吗 这算哪门子的门路 我以为 她是你在心灵声誉的老乡好 屁颠跟着这女人 来到她地盘 结果人家一上来 两杯毒酒 把咱俩修为全封住了 哎呀 我也没想到啊 我就在心灵声誉 潜伏归一年 很快就有了 其他线索跑路了 那女人从前就态度亲热 还是个长老 我以为是我魅力大呢 你这狗屁魅力 没准人早发现你不对劲了 就等着给你下套呢 不好 她不会发现 我是云野的徒弟 要对我师父做什么吧 我是誓死 不会透露师父半点消息的 董供就说了几句话 但能发现什么啊 没听到她那帮手下嘀咕吗 她要把我俩做成炉顶 今晚就洞房 今晚 谁先啊 一起 我的清白之身 今晚就要守不住了 哎呀 别整得和个黄花大龟男似的 想个法子 咱俩反杀那个女人 能有啥法子 咱俩修为被封 防身法器都被搜刮走了 那女人本就是圣人静修为 如今更打不过了 好不容易逮个机会传信给师父 也不知道师父何时能收到 谁 莫非是那个疯女人 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不会从的 我告老李氏 要留清白在人间 是我 你继续 我就不打扰了 师父 你可算来了 云前辈 你终于来救我们了 把你俩放一起 真是处处有惊喜 师父 你就饶了我们吧 纯粹比较倒霉 云野前辈见笑了 行了 就在你俩刚刚在那唱大戏的时候 我都听到了 师父有所不知 这疯女人荒淫无道 不仅是我俩 这院子男修女修 都是被她哄骗来的卢顶 心灵圣语上下 但凡有点好颜色 都会被她盯上 师父真该给她个教训 让她不敢再行此等恶举 卢顶之时乃是彻头彻尾的魔羞行径 为何她敢如此嚣张行事 此女名叫封灵 乃是心灵圣语前前任圣主之女 由现任诸位长老看着长大 宗门上下都为她遮掩 心灵圣语势大 受害者出不了封灵山 自然助长得嚣张气眼 这些大宗圣语蹉跎千年 跟脉溃烂 也好 就让我会会这个女人 好 你这样 是 师父放心 没想到 师父为了我 就愿意做出如此牺牲 师父放心 我一定会牢牢守住师父的清白 先护好你自己吧 高清白 为了两日后的鸿门宴 倒是不必急着一网打尽 不如先借着此事 让心灵圣语名声扫地一回也不错 各位公子里面请 长老已经够后多时了 小鹿和我说 他有一前辈 是当时少有的俊朗的时候 我还不信 如今见了瞻人 才知小鹿一点都没有夸大 封长老客气 封长老院里那么多美人 还看得上云某吗 那些不过是雍之俗粉 如何与云公子相比 云公子要是在意 回头我就将它们都放了 这女人好像真的看上我师父了 眼睛就没挪开过 这要是给莲花蜂那几位姑娘看见 可不得把这凤灵山削平了呀 哦 鲁顶制作不易 封长老当真愿意 小鹿什么都跟你说了 你放心 我肯定舍不得将你做成鲁顶的 这番话都录下了 封长老可亲口承认自己圈养鲁顶了 是的 师父 什么陆下 你们联手设局玩我呢 你们不会以为陆下就能拿我怎么样吧 没我的允许 你们连着凤灵山都走不出去 老实一点 把刘影珠交给我 若是不给 你要如何 那我就只能抢抢了 不好 他要动手了 等等 怎么回事 我的灵力 是刚刚那杯酒 自己调的毒酒味道不错吧 看到没 我俩只能任人宰割 师父却能反味毒酒 这就是差距 哼 这一个大男人 居然对我这个弱女子下毒 恬不知耻 是我看错你了 但我这凤灵山守卫重重 你就算反封住我一人的修为 又有何用 我为你酒 不过是想其人之道 还之彼身 退赴你们 不用封什么修为 对我而言都是虫子罢了 好大的口气 给我上 上 抓住他们 那就恕我无礼了 没用的废物 先抓那两个 完蛋 怎么被这群女守卫包围了 哼 看来我们的艳符属实不浅呢 急 冷静点儿 我送姑娘们出去吹吹风 放我们下来 逗你 不好 这些守卫和此人境界差距太大了 根本毫无抵抗之力 凤尹安 死哪儿去了 快给老娘出来 这个尹卫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护身符 修为已达半神境 要知道当时第一人云野也不过半神境 你们死定了 半神境的大脑 怎么会给人做尹卫 这已经不是活人了 是傀儡 傀儡 去 弄死他们 将活人制成傀儡 还能保留生前使力 崩圣主真是好手段 不过具体是怎样拿捏住一个半神境大能的 现在恐怕只有风灵长老知道内情了吧 谁让他当初不知好歹 死活看不上我的 那我就只有使些上不得谈面的法子了 哼 现在还不是只能乖乖听我的命令 封隐暗 抓住他 是 先是卢顶 后是傀儡 心灵圣玉也配称正早 风长老行径 就算是修魔时代的魔教妖女 也不过如此了吧 妖女仙女 还不是看我八大圣玉怎么说 现在求饶还来得及 只要你听话 我总舍不得将你也做成傀儡的 不对劲 几时封隐暗的剑招这么豪杰了 死人 你别伤到他的脸 哎呀 这种时候了 疯女人还色情不死呢 什么货色呀 凭他还想伤到我师父 独死重剑居然能挥出如此绵密的锋芒 半神之境 辱无愧也 安息吧 什么 封隐暗居然一招就输了 世上能做到的人不多 你 你到底是谁 那你听好了 我的名字叫 好 叫你死个明白 我师父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乃是鼎鼎大名的莲花蜂云地 云野是野 没人问你们 走了 别丢人了 是 云前辈真是不怜香惜玉啊 这疯婆子看起来真的很喜欢前辈 居然说杀就杀了 你懂什么 这傀儡术诡秘异一行 乃天下禁术 他如若不死 让这禁术落入民间 只不定会掀起什么波澜 不如让他把这禁术 就这样带进坟墓 杀 杀了我 让我解脱 这半神神版就是扛奏啊 挨了师父的剑气还能不死啊 既然没死 就是他的命术未尽 高傲 你背他回去 是 师父 不妙啊 这次杀风铃 寿源又加了五点 算上之前击杀太虚圣域老祖的十点 一共也就二百零二点积分 如果任务失败倒扣掉两百点 就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天下的抠门系统 恶势做得越多 实力越强的反派 击杀获得的积分越多 但相比修仙者漫长的寿源 也不过杯水车薪 更何况 只用原主势力击杀那些各存心思的反派 也需要消耗积分 一定还有其他获取积分的法子 唉 多似无意 无非是兵来将挡 水来土野 不如出门走走 云前辈 云前辈 真的是你 好巧 你为何半夜在这儿 我以为你们姐弟二人 应当有许多话要谈 神族被灭族 已成过往定局 如今又有云前辈为我们复仇 我们已经心满一族 哪有那么多话 说多了 不过徒增伤感 倒是我听说了 他们这次在心灵胜育闯的祸 还有高傲之前焚香玉佛的事 这两人实在太会给前辈染麻烦了 你一定很头疼吧 他二人身上背负沉重血仇 做些胡闹之举 全当发泄压力罢了 前辈 为何独自一人散步 本来的确有件烦心事 不过细想 是我想差了 这世上不会有我云也解决不了的事 西斗 终端主线完成的积分奖励是多少 行 终端主线完成奖励之一 将解除兽元限制 哼 果然 主线拆成支线 给积分的形式 一定是因为主线另有奖励 那与王朝信仰修炼 系统用信仰值换商城里的物品 系统还有很多地方可挖掘啊 嗯 当然 我也相信这世上 一定不会有云前辈解决不了的事 丁 搞求了信仰值加武 所以 你为何独自坐在屋顶 我 我想等日后宴会结束后 再亲自告诉前辈 也好 姑娘只要想好 何时与我谈都无妨 你们听说了吗 星灵圣玉风铃长老 掳了一堆俊男美女 困在她的风铃山上练作炉顶 甚至她还将活人做成了傀儡 听说了听说了 那流影珠都传开了 她自己亲口承认 不过那傀儡之说只是谣言吧 流影珠上没有记录啊 傀儡之说不可能是假的 不信我们来打个赌 她既然都养卢顶了 养殖傀儡也不稀奇 这些个大宗门啊 手里沾的血不比云魔头少啊 是啊是啊 修仙界众人 素来爱人云亿云 师父身上很多丧水 也是没有证据 就这么被泼上去的 师姐不弃 亲者自欺 迟早世人会知道误会了师父 等我行为提升了 我一定把八大圣域的圣主 都抓到师父面前 逼他们磕头认错 有诗解在 这种诗怎么能让你悄先呢 高傲他俩正好去了心灵圣域 估计是他们搞出的动静 不如我们也去买个流影珠 看看心灵圣域的笑话 好啊 我猜不会是三师兄 正好被抓去做炉顶 才痛破了这件事吧 这 这 这种人居然敢要师父喂酒 我也要 呵呵 高傲似乎有点胡闹过头了 让师父替他收拾这种烂摊子 小路 师姐先回一趟莲花风啊 师姐 记得帮我好好问好三师兄 自然 姐姐 切磋不用下这么狠手吧 三师弟这是说的哪儿的话 切磋自然要尽全力 才能尽快把实力提上去 这样下次师弟遇到危险 就可以自己解决了 师姐我错了 让我怕 真恐怖啊 幸好另一位姑奶奶没回来 不然有高傲这小子好受的 下一位 下一位 轮到为师了吗 啊 师父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为师不能来 师父来去无踪 徒儿还以为 你又去哪风流了呢 好了 明日我们还要一同去太虚圣语赴宴 早点休息 是 云前辈这边的状况可真有趣 各位远道而来 欢迎欢迎 哎 神圣主 别来无恙 圣主今日 七色看起来不错啊 哎 太虚圣主说笑了 我怕风铃长老之事 现在人尽皆知 我已经为此头疼好几日了 哈哈哈哈 有所耳闻 我还以为发生了此事 圣主不会赴约了 死到有不死平道 神七星 你竟然来了 那算你倒霉 嘿嘿嘿 谁能想到 云野居然手段那么下肚 堂堂大能 放下身段算计风筝了 圣主就在里面听着呢 又多一个找死的 哈哈 这个 不提不提 里面请 虚雄 是不是想掩人耳目 说那件事 那位潜逃的圣女有线索了 可恨 我心灵圣玉 出那么大力图灭神族 最后除了丹方 什么都没得到 还是得尽快抓到那名圣女 嘿嘿 这么说也没错 圣主进去就知道了 这老鬼打什么 这老鬼打什么哑民 到底抓没抓到 除了我们还有别的客人 在下已恭候多时了 云野 须文渊 你设计我 你们老祖知道你这么卑躬屈膝为云野办事吗 你这个八大圣域的叛徒 不老神圣主费心 我们老祖的坟头草都快要长出来了 爹 老祖没有坟 是吗 某种意义上 这俩父子真是人才 云野 风铃一世 我还没找你算账 正好今日你送上门来了 哦 风铃是他咎由自取 至于你啊 我如何 不行 不能坐以待毙 云野 受死吧 胡子量力 什么 只是一个弹指 就有这么强的威压 云野的实力 果然不容小觑 勇气可加 可惜 太菜了 跪下 跪这么快 我根本没动灵力啊 魂心灵圣域后 就是我顽强抵抗 但是无奈不敌云野 也算有个交代 不枉我自伤一场 云地威风 绝人都已到齐 您可以开始审问了 哦 可还有两个没跪着呢 哈哈 您可真会开玩笑 怎么 二位还需要我来帮你们吗 可是 我父子都这么老实偷诚了 怎么还有鬼 云地恕罪 我爹不跪 我跪 我可比我爹实相多了 女子 给我留个空 哼 这父子俩真没下线呢 难怪云野先杀上太虚圣域 他们二人却没事 高昂 高秋洛 昔日屠杀神之谷的罪魁祸首 都在这儿了 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吗 师父好帅啊 一直就能压制住圣经高手 我何时才能变得和云千辈一样强啊 神族圣女 还有那两个神族小子 原来是被你云野藏起来了 难怪我心灵圣域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他们 太虚圣域这首灯下黑 看来真的将你们心灵圣域耍得团团转 不瞒神掌门 圣女是我前几日从太虚圣域进地解救出来的 什么意思啊 莫非高秋洛这么多年都藏在太虚圣域 好你个徐文渊 当初联手偷袭神志谷的时候 你们就推推嚷嚷不出力 竟然还敢背着我们藏匿神族圣女 欺人太甚 哼 各凭本事而已 你 一群短命怪 谁稀好和你们白扯 当五之急是得讨好了云野活下来 云地明镜啊 当初偷袭之时本也不是我太虚出的主力 就算关了这么多年圣女 那胆药我是一颗都未尝到啊 都封给老祖了 是啊是啊 偷袭神志谷时我年纪小没参与 后面是老祖不放心其他人 才让我负责取药 我是无辜的 闭嘴 当初神志谷与星灵圣域 太虚圣域世代交好 从不设防 我神族又做错了什么 竟惹到你们这群小人 遭遇灭族之祸 你们还有脸在这喊冤 这 这 总而言之 当初三大势力本是世交 但你们两派探图神志谷的神品丹方 于是因私欲偷袭神志谷 屠灭神族 盗走丹方 囚禁神志谷圣女 日日曲弦炼丹 你们可认